这个女人十几年前画的漫画 居然在今天火了 并且一夜之间就收到了一百多万的稿费 女人拿到钱 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布置了一间工作室 虽然只有两张桌子两台电脑 但这也代表着女人不再是那个被丈夫忽来喝去的家庭主妇 明明才40岁 却要每天被丈夫当着别人的面喊自己大神 好在她坚持多年的漫画终于有了回报 出版社也在催她继续推出新的作品 想到这里 阿眠决定聘请一位助理 很快招聘就有了回复 来应聘的是个比她小18岁的少年 少年名叫小菊 因为之前有过漫画助理的经验 对软件操作非常娴熟 这让阿眠非常满意 当即决定聘请小菊 两人刚回到家门口 小菊看着门牌好像若有所思 进门之后看到了阿眠的丈夫 小菊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但她抑制住了内心的情绪 看着面前的阿眠 小菊像是下定的决心 随后开始帮忙调试电脑 样子虽然认真 但却有些刻意地接近阿眠 时间一晃到了晚上 小菊完成了今天的工作 还主动说要帮阿眠做晚饭 因为长期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缘故 小菊的厨艺十分不错 回家的父子俩 看着一桌子的饭菜直接惊呆 吃饭时小菊不留痕迹地 询问阿眠跟丈夫是在哪认识的 阿眠说是在车站附近的酒馆 这时丈夫也趁机奚落阿眠 可小菊听后竟然有些不愿 阿眠低头不语 丈夫却显得有些尴尬 饭后阿眠送走了小菊 然后独自一人摆好散乱的鞋子 隔天阿眠外出购物 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同学 小和现在是个单亲妈妈 因为她的丈夫选择了 比她小一轮的女孩 所以小和现在十分厌恶 年龄相差过大的夫妻 但很快她便反应过来 原来阿眠的丈夫正好比她大一轮 阿眠表示没关系 自己比丈夫小一轮又能怎样 丈夫照样还是出去找了别的女人 就在两人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丈夫每天对阿眠 不管不顾地往外跑 阿眠当时还为此跟踪过丈夫 可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 几天后 阿眠的新作品顺利交稿 两人决定出去庆祝一番 来到了约定的酒馆 两人开心地畅谈漫画和人生 酒过三巡 两人都有些醉影 这时小菊的脚轻轻碰到了阿眠 两人出来后天空下起了小雨 这时小菊问她为什么会跟丈夫在一起 阿眠听后不自觉地哼起了歌 就是因为丈夫给她唱的这首歌 让阿眠坠入了爱河 找个小鲜肉当助理是什么感觉 女人约小菊一起寻找灵感 刚看完鱼 回头就看向你 深邃的眼神中充满了独不懂的情绪 阿眠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可还是忍不住用手机偷偷拍下小菊的侧脸 小菊也适时地垂下手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不对劲 阿眠也颤抖着急语了回忆 但小菊眼中却写满了冰冷 可无论怎样 对阿眠来说却是一个好事 创作的灵感无法抑制的迸发 之前只靠凭空想象创作的漫画 读者已经渐渐没了兴趣 可这次却截然不同 阿眠将他跟小菊的水族馆之旅融进了漫画 脑中似如泉涌 手中妙笔生花 悬然不顾无名指上还未摘下的戒指 很快阿眠就画完了新漫画的初稿 漫画中男女主角的年龄搭配 让编辑看了都赞不绝口 这次一定会让各位读者满 阿眠非常高兴 隔天工作的时候 阿眠跟小菊商量着 想将水族馆的景色也画进漫画 翻着翻着 小菊就看到了阿眠偷拍自己的照片 阿眠有些尴尬地将手机收走 可小菊却非常自然 看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沉稳 阿眠的声音有些颤抖 到了晚上 阿眠看着小菊的照片 心中早已心愿一马 看到躺下的老公 竟破天荒地主动碰了她的后背 隔天 阿眠魂不守舍地摊在沙发上 听到楼下响起的门铃声 这才露出了笑容 但小菊惊讶地发现 自己之前最喜欢的漫画 竟然就是阿眠画的 小菊难掩心中的激动 原来小菊的母亲从未给她做过饭 只有等妹的男人来的时候 小菊才能借着男人的光蹭口饭吃 也只有这时 才能看到母亲的笑容 当男人走后 母亲就浑浑噩噩整天酗酒 小菊每天都活在这种痛苦和压力之下 而有些东西能被人铭记 可能并不因为东西本身 而是因为她陪伴你走过了某段最难熬的时光 而陪伴小菊走过那段艰难岁月的 正是阿眠的这本漫画 小菊因为阿眠的漫画得到了救赎 也正因如此 她开始决心钻研漫画 因为她同样也想给别人带来希望 此时的阿眠已经泪流满面 他跟自己的助手甜蜜相处 并将两人的故事画成了漫画 一路到火登上漫画热搜网 此时编辑看阿眠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只会下金蛋的歌 但这却引来了丈夫的不满 一个极度大男子主义的败类 非常担心妻子的成就超过自己 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妻子多赚钱给自己花 正当阿眠跟小菊沉浸在工作中时 男人的出现将两人吓了一跳 他竟然破天荒地给阿眠送来了蛋糕 这让阿眠有些惊讶 结婚十几年丈夫从未这么关心过自己 晚上阿眠刚送走小菊 丈夫就开始发问 原来蛋糕是为了宣誓自己的主权 可阿眠不想过多理睬 隔天出去买菜的阿眠 恰巧碰到了小菊沉一个陌生女的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阿眠悄悄跟了上去 看着两人进了家门 阿眠惊呆了 眼前的场景似曾相识 十几年前的他 也是亲眼看见出轨的丈夫 走进了这家家门 而那窗边的南海 阿眠觉得细思极恐 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 就如同十几年前那样 回到家的阿眠质问丈夫 可丈夫却装聋作哑 得不到答案的阿眠 忍不住询问小菊 昨天跟你一起走的女人是谁 小菊说是她的妈妈 听到这里的阿眠 不停地颤抖 又是一句魔棱两可的话 阿眠只能不断安慰自己 不要乱想 可怀疑的种子已经发芽 又怎能控制得住 他担心真如自己所想 那自己又该如何面对 偏偏儿子刘小菊 一起打东西 心烦意乱的阿眠催促而言 可儿子的一句话 让阿眠直接破防 千花君 如果真的 你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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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眠去参加漫画家的酒会 好友都知道阿眠聘请了一位神烟小猪手 半开玩笑地让阿眠趁早拿下 阿眠不断地重复 说给别人 也更是说给自己 提醒自己保持距离 心绪不宁的他又独自去酒馆买阵 可偏偏回家的时候 看到了门口等待都市的小菊 小菊一脸关心地询问 阿眠却不想理会 但最终忍不住转身询问 看着小菊的回答 阿眠终于松了口气 可小菊上一秒还在狂笑 下一秒竟甩拍了阿眠的手 虽然丈夫不是小菊的父亲 但却是破坏了小菊家庭的罪魁伯水 丈夫这时走了出来 看着小菊仇困的目光 丈夫也不再隐瞒 直接下了逐客令 但小菊没想到 虽然阿眠的丈夫是个扮演 但阿眠还是选择听从丈夫的话 小菊伤心地离开 这是我见过最败类的丈夫 就在刚刚 丈夫轰走小菊 进屋警告妻子 不要忘了你已经为人妻为人母 同时也不忘贬低妻子两句 阿眠觉得十分讽刺 你最没资格教训别人 因为你可是刚刚父亲时就犯了错 但丈夫却语出惊人 三观碎了一地 晚上阿眠选择睡沙发 看着桌上的橘子 想起了丈夫做的那些缺德事 他每次都会送阿眠一个橘子 然后找借口找出晚归 那时两人的孩子才刚出生 而丈夫也不是去公司加班 而是投入了别人的温柔香 从那一刻开始 阿眠下定决心重新化妄 虚假的爱意就让他彻底不安 小菊早早起床 来到店里精心挑选礼物 虽然穿着寒酸 但手中的礼品却格外精致 因为这是要送给阿眠的 阿眠打开袋子 蹲在地上品尝 饼干很甜 也反称出丈夫的苦 他决定彻底和丈夫分房 也开始专心研究自己的事业 儿子支持母亲的决定 可丈夫慌了 跑到阿眠身后开始道德绑架 看着咄咄逼远的丈夫 阿眠终于开始尝试反抗 另一边 小菊的发小向他表白 还提出可以以身相许 小菊出演婉拒 小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因为他想起了阿眠 嫉妒心作祟的发小找到了阿眠 向他说出了小菊不好的过去 阿眠忍住心中情绪 奉劝发小不要以泄露别人隐私为乐 隔天 小菊被儿子找来打游戏 看到阿眠 小菊有些不好意思 然后诚恳地跟阿眠道歉 但阿眠说已经知道了小菊的过去 所以你为了破坏我的家庭 是把我当成了你的顾客吗 小菊连忙否认 自从知道那本漫画是阿眠画的 小菊就已经打消了心中的暴露 可阿眠却说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因为至始至终 我的婚姻就从未幸福过 两人决定就此分道扬镳 但小菊却反复看着两人创作的漫画 阿眠也心事重重 发小看着失忆的小菊想要将其扑倒 可小菊却觉得无法接手 用力将发小推开 然后落风而逃 另一边的阿眠接到了小菊的电话 看着坐在雨中的小菊 阿眠心疼地为他撑起雨伞 还将他接回了家 给他拿了干净的衣物 还安排了单独的房间 小菊彻夜难眠 听着隔壁的声音 心中对男人的恨意也愈发浓烈 女人留男孩在家中过夜 老公偏偏要搞事情 隔壁的声音让男孩彻夜未眠 一早就起床不辞而别 女人醒后不见小菊的踪影 只能来到小菊家碰碰运气 却碰到了小菊的母亲 得知小菊在家后阿眠送了口气 但心中还是有些不自在 毕竟眼前的女人跟自己老公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这时小菊走了出来 小菊为阿眠冲着咖啡 阿眠则是环视着小菊的家 虽然其他地方稍显凌乱 但书架却井井有条 拿出来一看竟然是自己画的漫画 阿眠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这个男孩竟真的这么重视自己的漫画 但讽刺的是这个漫画竟是自己老公送给小菊的 小菊也说起昨晚的事情 之前的他很懵懂 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只需要承受就行 但昨晚显现被发小扑倒后 他发现自己开始讨厌跟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 阿眠听后表示理解 他让小菊不要在意过去 因为你还是个孩子 送走阿眠后 小菊突然想起什么 而后开门追上阿眠 他认为男人昨晚的强迫行为属于家暴 他提出要跟阿眠一起逃走 但阿眠却选择了拒绝 因为他有无法舍弃的责任 看着儿子的衣服 不由回想起儿子的笑容 阿眠觉得就算为了儿子也要维持这个家 但小菊心意已决 就算面对发小的灯门表白 小菊也坚定了自己的心 喜欢就去争取 不喜欢就拒绝 他给了发小一个大大方方的拥抱 也真诚地送上了祝福 而后给阿眠打去电话 隔天上午十点 阿眠不为所动地打扫了家务 可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漫画中的小鸟 就像等不到爱人一样独自飞走 此时的阿眠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绪 匆匆摘下手工的婚件 拖着行李箱赶到了车站 却早已过了约定的时间 没想到小菊竟然一直在这里等他 两人在笔直的道路上一路向前 这一刻的阿眠无比轻松 仿佛好多年都没有过这种通透的心情 到了海边 看着阿眠兴奋的样子 小菊也非常开心 他终于能为这个救赎过自己的女人有所为 两人又去看了绿植 为了添娥 还去逛了礼品店 阿眠看到一款八音盒 而这声音也让他响起了耳朵 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两人挑了一家海边的枕店 这时小菊送给阿眠一份礼 正是他刚才打完的八音盒 阿眠很感动 他感受到了小菊的心意 随后两人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而此时的家里 儿子告诉男人阿眠今晚不回家 男人顿时慌了 可电话也打不通 男人气急败坏地冲儿子大喊 可儿子显然也受够了男人 而此时的两人已经怒浴完毙 房间内的气氛也变得有些暧昧 小菊轻轻地吻了阿眠 但正要更进一步的时候 阿眠却拒绝了他 小菊觉得有些不对劲 打开阿眠的行李箱 里面果然空空如也 原来阿眠一开始就没打算跟他逃跑 阿眠却不可以跟他逃跑 阿眠却不可以营养 因为她已经好大丰盛 虽然喜欢小菊 但他有着不能违背的身份 更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儿子 最终阿眠选择了回归家庭 小菊也意识到现在的自己 根本没能力带阿眠走 他向阿眠承诺 要做一位成功的漫画家 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后 再来更好地守护阿眠 而他回家后也果然迎来了丈夫的质问 丈夫心知肚明 阿眠一定是跟小菊一起去 看着不愿承认的阿眠 丈夫心中敲弃算了 隔天小菊将自己漫画的粗稿 拿点阿眠看 希望能得到他的指导 阿眠一眼就看出 这不是小菊真正想画的题材 小菊也不否认 但跟随热度的题材 才能让自己早日成名 阿眠让小菊放平心态 画一些自己想画的东西 丈夫单独找到儿子 不知跟他说了什么 儿子进屋后 看阿眠的眼神变得冰冷 到了晚上 无论阿眠怎么喊儿子开饭 都得不到儿子的回应 看到这里 丈夫才得意地向阿眠坦白 原来丈夫知道 阿眠跟小菊出去旅 并且将这件事告诉了儿子 今后让儿子帮忙看紧 阿眠没想到 丈夫竟能无耻到这种地 大人之间的事情 竟然将儿子也牵扯进来 隔天 阿眠回想以前的点点点滴滴滴 他也曾活在爱里 可当男人出轨后 一切都变了 他也曾哭着写过离婚协议书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为了完整的家庭 也为了优太 另一边的小菊 正在思索地闹发 而母亲的质问 却让小菊不知所措 原来母亲早就知道 小菊之前的经历 但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深情 全都知ってたよ あんたが捨てたこと 子供がさ あんな体験持ってたらさ 普通おかしいって思って 大人なめにしないよ でもそのがいつかってでしょ 看着母亲离去的深意 让小菊想起了 那顿不堪的过往 原来致使他 误入歧途的 竟然是发小的母亲 小菊收起回忆 强忍着泪水 将这些画了出来 战胜恐惧的唯一办法 就是正面面 收到初稿的 阿秋月看月心头 也答应了小菊的用 两人来到当初的水部 阿眠下定决心 结束这一期 何人できるのか でも 私 40で 母で 恋愛だけに 全てをかけられない そうやって 自分によそ ついてきてるんですか もう 我愛ない 这一次换成阿眠在世 小菊说会一直等他 而阿眠只是告诉他 不要放弃漫画 然后头也不回的林台 但刚回到家 他就听见了 儿子焦急的呼喊 父さん 父さん 一世の日 妖平さん 父さん 妖平さん 妖平さん 5年前丈夫突发心梗 虽然捡回条命 但却失去了劳动能力 无奈只能当起家庭主妇 反观阿眠 漫画事业顺风顺水 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漫画女王 但即便如此 丈夫依旧觉得妻子应该感恩于她 看着光鲜亮丽的妻子 男人的危机感愈发严重 每当妻子晚归 他便如幽灵般坐在椅子上质问 唯一能让阿眠欣慰的 便是外出求学的儿子 这天阿眠去跟即将合作的新编辑见面 意外发现新编辑竟是自己的初恋男友 两人多年未见 念不了要来一番热络的交谈 出门时 两人借着打闹的名义进行了一些肢体接触 阿眠看似开心 可脑中却不断想起笑 而她的漫画也画得越来越敷衍 随着小菊的离开 她的灵感也渐渐刚好 她只能逼着自己去寻找感觉 但作品原器依旧日益笑话 编辑让她努力找回当初的感觉 但阿眠却说自己已经逆了 想尝试一些别的题材 但又说不出想话什么 编辑看着眼前的阿眠 跟五年前简直判若两人 晚上去参加同学会的路上 看着熟悉的场景 她的脑中不断泛起回忆 昔日的同学都过得很好 还因此感谢阿眠 是阿眠的作品让他们得到了救赎 听到这里的阿眠热泪盈眶 她记起了自己的初心 但能就熟她的人又在哪呢 晚上回到家 丈夫又是一通纠缠不休 看着冰箱的蛋糕 阿眠有些诧异 这是她头一次收到丈夫的生日蛋糕 但这一切是否来得太迟 阿眠呆坐在沙发上 刚也打来电话 原来她也记得阿眠的生日 礼物是一盒精致的玫瑰 阿眠很开心 刚也却握住了阿眠的手 阿眠有些不好意思地躲开 撇过头进看到了小菊的漫画 往昔的回忆不断闪过 而此时的小菊已经愈发成熟 可每当收工后 她都会坐在外面发呆 而后打起精神回到家 家里也有个爱她的女孩在等她 看到小菊回来 女孩的脸上挂满笑容 眼神也从未离开过小菊 女人提出离婚 丈夫却以死相逼 可二十年压抑的婚姻生活 让阿眠忍无可忍 她转身离开 边走边哭 是庆幸忠于解脱的激动之类 也是对二十年婚姻的不舍之类 本以为离婚之路会非常坎坷 可隔天上午 丈夫竟非常痛快地 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而阿眠为了弥补心中的亏钱 也尽可能地将财产多分给她一些 可无论怎样 她确确实实已经自由了 心情大好的她在事业上已再次来了灵感 看着重回漫画榜首的阿眠 编辑非常开心 看来当年的阿眠再次回来了 采访时 记者拿出阿眠的新作 上面画着的男主显然就是刚眼 随着阿眠的解放 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 阿眠新漫画的灵感正是出自于她 而这时记者又拿出一本漫画 阿眠的眼神却瞬间失落 记者问这本漫画的男主被你刻画得栩栩无声 是否在现实中真实存在呢 而阿眠却没有承认 只是他心中期许恋爱的甜蜜 而虚构出来的一位人物 但身旁的刚也却隐隐觉得不对 而那个五年前立下成名誓言的男人 漫画事业屡屡受阻 如今只能靠打工维持生计 手机里的阿眠大红大紫 已然成了遥不可及的烦心 小菊的心中五味杂陈 三巡从对付抱住小菊 想等他出去游玩 但小菊还要去餐馆打工 看着出门的小菊三巡若有所欣 他发觉小菊对阿眠有着不一般的谈情 他以小菊的名义给阿眠发简讯 将阿眠约到咖啡馆 误意让阿眠在书上签名 然后旁敲侧击地询问书中的男主角是不是小菊 见阿眠从容否认 三巡放出大招 阿眠听后果然失了神 面对三巡喋喋不休的炫耀 阿眠也已经听不见声音 端着咖啡的手也在不受控制的颤抖 而从咖啡馆出来后 楼上的广告屏幕播放着水族馆的宣传片 路过的两人仿佛命运的捉弄般擦肩而过 小菊做好两人的晚饭 三巡拿着那本签名的书在小菊面前炫耀 面对三巡的质问 小菊不要回答 而随着阿眠的单身 刚爷也适时地提出想跟阿眠交往 但阿眠此时心情欠佳没有给他明确的回复 可能心中还是惦念着某个人 隔天小菊收到了新编辑的腰捏 刚要出门就被三巡拉住 最近的他安全感越来越差 独自在家时听到敲门声 整个人都会陷入骨头 可能他的过去也活在某种阴影之下 小菊再次路过那块广告牌 那里曾有他埋藏在深处的记忆 而阿眠也同样如此 这一次两人没有错过 男人接到母亲的求救电话 可他却一脸无奈 匆匆赶到后 看到已经酩酊大醉的母亲 小菊早已见怪不怪 每次喝醉 他都会用这种方式骗小菊接她 小菊只能用他瘦弱的身躯 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感 五年前 为了能尽快出道 他不惜将自己黑暗的童年画成漫画 虽然眼中含泪边画边吐 但画完的那一刻 他满是激动的想拿给阿眠看 却没想到阿眠早已搬了家 而自己虽然顺利出道 但作品一直无人问津 五年后 两人再次相遇 小菊报喜不报忧 阿眠恭喜他已经结婚 但小菊却是一脸差异 刚要解释的小菊被刚也打断 原来小菊新合作的编辑正是当一 看着阿眠的眼神 刚也察觉出两人的过去 似乎并不简单 也隐隐猜到小菊 就是阿眠漫画中的男主 系住之火在刚也心中熊熊燃烧 他爹小菊出了一个馊主意 让他将那本描绘自己黑暗童年的漫画进行连载 以此来博得观众的眼球 可小菊明显不愿再触碰过去的伤疤 听到此话 小菊陷入了犹豫 来餐馆打工时 看着那仿佛永远刷不完的盘子 回想起男人说过的话 再想想支离破碎的家庭 他下定了决心 拿起画笔 那段后续的经历已经像烙印般刻在心底 不需要过多思考 便飞快地画了出来 隔天小菊将后续的出稿交给了刚也 看到后续的剧情刚也心中不悦 原来后续中画着小菊和阿眠的往事 他觉得这是一种非正常的恋爱 更多的只是一种孩子对于大人的仰慕 刚也要求小菊将这些恋爱的情节删掉 这样漫画就可以顺利连载 但小菊十分不情愿 晚上回到家 看到正在做饭的三巡 小菊提出要跟他分开 三巡慌了 为了打压阿眠在他心中的形象 他连忙拿出手机递到小菊的面前 上面都是一些诋毁阿眠过 想必这些也都是出自于他的手中 见这招没用 三巡又说可以以身相许 但小菊却制止了他 原来两人根本没有结婚 当年的三巡跟小菊一样 有着不堪的童年 自从看了小菊的漫画 三巡仿佛从中寻到了未解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被小菊发去短信 没想到还真的得到了红颖 小菊出于同情收留了他 三巡紧张地捏着指节 他担心小菊跟那些男人一样 但小菊的话让他得到了治愈 三巡吻了小菊 但小菊不为所动 虽然没做错任何事 可还是跟三巡说了对不起 然后转身离开 来到阿眠家门口 竟意外地看到了刚眼 出来后 小菊解释自己并没有结婚 三巡跟自己有着同样的经历 所以小菊想要帮助三巡走出阴来 就像你当初帮助我们那样 阿眠让小菊不要自得于过去 那时的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 小菊却认为他在同情自己 阿眠 与此同时 家中的三巡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 是那个让她陷入恐慌的难 从未见过这么不靠谱的母亲 偷了东西被当场抓包 竟然还死不承认 店长不仅将她当场开除 还让她赔偿偷东西的钱 不然就要报警处理 对于母亲的做法小菊早已见怪不怪 只能卑微地跟店长低头道歉 不仅如此 隔天醉酒的母亲 还跑到小菊打工的地方撒起酒疯 小菊既尴尬又无奈 好心的经理让小菊提前下了班 他尴尬地扶起歪歪扭扭的母亲 整整照顾了一夜 睡过头的他不仅时到 炎耀改的稿子也没如期完成 可能是出于情敌的关系 刚也的口中不留情面 备受打击的小菊 瀕临崩溃 只能靠苦涩的咖啡缓解压力 回到租处后 这里也没了三巡的身影 原来就在几天前 小菊找到阿眠的那个晚上 三巡也接到了 让他恐惧男人的电话 阿眠和小菊一起赶了回去 但三巡认为是小菊想赏了自己 才故意泄露了他的电话号码 面对要伤心离开的三巡 阿眠伸出了援手 他邀请三巡来自己家住 缓和情绪的同时也会更加安全 就这样 三巡跟阿眠回了家 阿眠为他准备了柔软的被褥 还专门给他买了水杯 这一觉三巡睡得粉踏实 早晨醒来看到阿眠给自己做的饭饭 让三巡心中萌生感动 晚上主动给阿眠冲了咖啡 阿眠尝后觉得味道非常不错 隔天 看着为大家冲咖啡的三巡 阿眠提议让他来大把手 但自卑的他觉得不能胜任 毕竟这是专业漫画家才能干的事 但阿眠却给予了鼓励和支持 并且耐心地教他如何使用 晚上回到家 阿眠还支付了今天的工资 还有小菊转交给他的生活费 但三巡还是难逃自卑的心理 毕竟有着那段跟小菊相似的悲惨遭遇 让他始终觉得自己低渊一等 阿眠说他的儿子外出求许 经常不接自己的电话 孤独的他已经将三巡当做了自己的女儿 但三巡却不愿再相信别 嘘 嘘じゃないよ 本当は迷惑なくせに ね なんで 看着哭泣的三巡 阿眠十分心疼 話して 幸运的三巡 终究遇到了温暖的阿眠 可小菊却没那么幸运 自己最不愿想起的黑暗回忆 却总是被人不经意的勾起 这还没完回到家的小菊 又被不靠谱的母亲缠住 母亲称赞小菊有一副好的皮囊 小菊失望地离开家 来到阿眠家楼下喝着咖啡 没有打扰 也许这是她陪伴阿眠最好的方式 但当她看到刚也走进阿眠家的时候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叹似在笑 实则心里正经历刀割干的头 这是她第一次给儿子做饭 儿子一脸惊讶 本以为是一场迟来的母爱 但下一秒她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看着递过来的账单 小菊伤心的表情难以掩饰 为了缴纳房租 她只能来到餐馆不停地加班 在跟同事的聊天中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28岁了 为了减少开支 小菊退掉了自己租的公寓 搬回家跟母亲一起住 可喋喋不休的母亲 让小菊很难安心创作 隔天她找到刚也 说自己还是无法将恋爱的剧情删掉 那可能是她28年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她无法舍弃也不愿忘掉 刚也看出了小菊的心思 她也不再拐弯磨脚 告诉小菊她已经跟阿眠求婚 小菊无法反驳 自己都活得一塌糊涂 又怎有能力照顾好阿眠 不想回家的她再次来到阿眠家楼下 却正巧碰到了下楼的阿眠 她告诉阿眠要决心放弃漫画了 毕竟已经28岁了 家里还有个不靠谱的母亲 相比于梦想她更需要的是一份 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阿眠感到惊讶 提出如果是钱的问题 自己可以帮忙 可小菊却拒绝了她 阿眠跟小菊解释 五年前丈夫发病 儿子还在上学 家庭的重担都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 而那时的你只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我喜欢你 但我不能耽误你 但她觉得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这一刻 她仿佛找不到继续生存下去的意义 而同样伤心的还有阿眠 因为除了小菊外 三巡也同样离开了她 和三巡相处的这段时间 孤独的阿眠已经把她当作了女儿 三巡拒绝了她给的零花钱 她就会无比失落 看到三巡认识了新朋友 她就会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她对三巡的爱 已经从喜欢变成了依赖 可偏偏事与愿违 三巡的新朋友邀请三巡去自己家住 三巡也怕叨扰阿眠 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阿眠听后根本无法接受 阿眠失去了三巡 也失去了小菊 这让她的情绪跌到了谷底 跟她一样大起大落的还有她的前妇 原来当初那么痛快地同意离婚 就是因为认识了这个女人 但女人在骗光了她的前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时的男人孤独又无助 开始渐渐想起前妻的好 而后大喊着要去寻找阿明 另一边受挫的阿明 心情已经跌落到谷底 看着刚也为之前莽胀的求婚而道歉 她竟同意了刚也的求婚 两人食指相扣甜蜜的我家子 却意外看到了门口缩成一层的前夫 女人刚答应男人的求婚 就遇到了堵在家门口的前夫 一无所有的她来向女人讨要分手费 看着那副无赖嘴脸 阿明生气地想要跟她理论 但却被刚也拦了下来 刚也拿出了钱包里所有的现金递给她 虽然嫌少 但也好过一分没有 回到屋内 面对想要亲热的刚也 阿明脑中却总是浮现出小菊的画面 可面对现实 刚也确实是最适合结婚的那个人 他只能强迫自己接受刚也的爱 而另一边的小菊 脑中也同样回想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这时三巡跑了过来 小菊将那本漫画递给她 而她也接受了小菊不爱她的事实 并且鼓励小菊不要放弃漫画 因为三巡看得出 她跟阿明都是会为了梦想坚持到底的人 为了鼓励小菊 她还打闹着让小菊给她画一张漫画 看着三巡离去的身影 小菊仿佛来了灵感 随即在画板上勾勒起来 她还是无法放弃漫画 毕竟漫画曾就熟她走出黑暗 而感情有时候真的很奇妙 阿明越是想一心一意跟刚也相处 但脑中的回忆就越是汹涌 走到哪里都仿佛能看到小菊的影子 而刚也无意间的一句玩笑话 也成为压垮两人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阿明扭头就走 漫画是她的毕生热爱 无论过不过气 她都要继续画下去 而且还要画那本曾就熟过小菊漫画的续集 刚也知道她还是忘不了小菊 提醒她认清现实 但阿明不为所动 像是下定了决心 就算画出的续集无人问津 但她相信那个人一定会期待着她的漫画 而她则要为了这个人继续画下去 失忆的刚也回想起自己的前半生 上学的时候自己也是一个具有绘画天赋的学生 但社会的毒打让她很快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投身做了一名漫画编辑 没想到人到中年的她再次遇到了阿明 她本以为此时的自己跟阿明天造地舍 但却没想到会输给这个一无所有的人 他们因漫画而结识 彼此之间的羁绊让刚也觉得无法插进两人的缝隙 可能放弃了纯真梦想的自己 已经无法走进阿明的内心 另一边的小菊 回到家跟母亲告了别 也是对自己黑暗过去的一种誓言 这一次她要彻底放下童年的不堪过 开始面对新的人生 她来到打工的餐馆辞职 同事听后问她是不是想看了 要去做赚钱更多的兼职 小菊语气平静但却异常坚定 一个月后阿明来到餐厅吃饭 朋友说之前在这里见到过小菊 阿明便四处张望 却从经理的口中得知小菊已经辞职 听说那个男孩现在变成了一个自由的旅者 一路走走停停 随心所欲地去寻找自己真正想话的东西 阿明的眼眶渐渐湿热 看来那个男孩已经在自己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此时的她来到五年前两人一起出逃过的地方 她要用画笔勾勒出这些有过美好回忆的地方 这时手机收到一条简讯 是发小给她发来的链接 正是小菊最喜欢的那本漫画的续节 漫画的最后有着这样一段情节 男主最终摆脱了束缚 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 过得无忧无虑 女主虽然不舍 但还是为男孩的幸福感到开心 祝愿她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翁 不久之后 早起下楼的阿明竟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男孩 男孩为漫画后续的结尾画了一篇序章 那份属于男孩自己的翁 始终都在她的心里 有脸好 有脸好 有一顿 晚安 阿明童 别 咵 我